好 刚才有跟你讲说 我要你记住四件事对不对 刚才已经提示过两件事了对吧 我们就再来一遍 来 星白是哪一集 星白哪一集 负质 半满意什么满意 芯变 心理质 利恩 生成 利恩二增加二一负 OK 啊 第二件事情是 铜板是哪一集 铜板是哪一集 正习 半满意 C02增加二一负变成 CU 刚刚都写过对不对 OK好来我们解决我们要会的 第一件事情跟第二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 谁要当正谁要当负 谁是正习谁是负习 第二件事叫做正习半满意跟 负习半满意 OK吗 然后我说 你看到半满意之后 你就会第三件事情 谁的质量增加 谁的质量减少 颜色会变深 还是颜色会变 浅 浓度会变大 浓度会变 酱 就会这件事情 来 我们来看一下 来 这要全反应 这两个加起来 然后二一负消掉 这要全反应 这个全反应 等一下 有用而 这个全反应 等一下 有用而 看一下 长这样 这叫做 新加铜离子 变成 新离子 加铜 我现在为了等一下的问题 我明示暗示你 这叫做 掉一个心 长一个铜 少掉一磨的心 多出一磨的铜 这会跟我那问题有关系 我现在明示暗示你答案 OK 好来 刚才讲过第2个问题 第3个第3个叫做 质量增加还减少 颜色变色还变浅 浓度变大还变小 请问你 心那边 心板的心变成 心离子 所以心的质量增加还减少 减少 很好 那铜板那边会长出铜 所以质量会怎么样 增加 非常好 然后最后有人问第3件事情 总质量 新版的质量是减少 铜板的质量是增加 那么新版跟铜板合起来的总质量 不变非常好 因为你记得老师教过质量会怎样 总和错 这个质量叫做 我刚才已经明示暗示你了 减少 少掉一磨的铜 有人会问你 你就不要跟我讲一个增加一个减少 总和叫不变 不是 总和是减少 OK 好 轻板质量会减少 铜板质量会减少 铜板质量会增加 总和质量还是减少 看全反应就知道了 看全反应就知道了 OK吗 那还有呢 颜色 心磷子的浓度增加 因为心 变成心磷子嘛 所以去浓度增加 可是颜色不变 为什么颜色不变 因为无色啊 硫酸心是无色的啊 所以 浓浓的无色叫无色 浅浅的无色还是 无色啊 所以颜色不变嘛 来 硫酸酮什么颜色有教过啊 你记得硫酸酮什么颜色吗 蓝色 好啦 怎么因为蓝呢 因为铜离子的关系 硫酸酮的蓝色是因为铜离子的关系 那反应是铜离子变成铜 所以问题 铜离子的浓度增加还减少啊 减少 很好 那颜色要变深还变浅啊 硫酸酮的蓝 是因为铜离子来的 那铜离子减少了 颜色要变深还变浅啊 变浅 这颜色会变浅 就是我们说过的 第 三件事情 质量会增加还减少 颜色会变深还变浅 变淡 浓度会变大还是 变小 你要为了第3件事情 那我们还要为第4件事情 就是我等一下要交的内容 就 其他注意事项 OK 这里的其他 就是我等一下要交的事情 那就先记住 我刚跟你讲过的 谁当正 谁当负 正级半反应 负级半反应 只要增加还减少 颜色变深还变浅 浓度变大还是变小 OK吗 OK OK 对